那學院社群大戰鬥現在進行的異生鬼 為今天本日第二天的第三鬼 是由VP彭浩恩所帶來的 從自己玩Side Project到貢獻開源 那我們歡迎VP 嗨我是VP 沒有想到人這麼多 OK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從自己玩Side Project到貢獻開源 那今天分享的內容比較偏向說 Side Project給我的啟發 那裡面不會有太Hard Code的東西 所以各位放心 那首先我會先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讓你們各位可以更好瞭解我 那再來是我會講解說 我是為什麼開始做Side Project的 那從這一次 從第一次做Side Project學到什麼經驗 那在那後續的過程中 我會講說在後 比較後面的Side Project 我學到了 又需要一些什麼東西 那最後是比較偏 Take away 就我希望你們可以帶走 然後馬上實踐了 OK 好 那首先關於我 我是台中科技大學GDSC 2022到2023的LEAD 那關於GDSC的部分 我在後面會再做說明 那第二點 我現在是正在被指導教授 時不時催研究進度的爆竿研究生 那第三點就是想逼各位會進來 應該就是來聽 我的一些Side Project的心得 那我做Side Project是做的很Free的那種 沒有不會像就是前面幾位電繩 就是都很電的 那第四個 我是某一種自動化的狂魔 我會喜歡把一些生活的事情給自動化 那這個等一下也會講到 OK好 那介紹一下GDSC 那GDSC是一個由Google發起 那以學生和技術為核心的社群 那GDSC的營運方式在每個學校都不一樣 有些學校是用社團方式下去Run 那有些學校是用社群的方式Run 這取決於你們自己偏好的方式 那簡報中兩張圖是我們學校GDSC的兩場活動 那各位注意一下我這裡 在簡報左邊 左邊這一位呢是那個玉倫 他在這裡 大家有空可以找他交流一下 那右邊這張圖 左邊呢這位是冠博 他是下一屆的GDSC lead 他在這邊可以找他交流一下 那中間這位呢是博偉 那他個性比較害羞一點 他也是坐在這裡 可以找他們三位交流一下 好 好 好那講了GDSC 那另外一個啟發我很多的社群 就是IMAC社群 那 IMAC社群是由我的指導教授所創立的社群 那我們老師是以經營社群的方式在管理這間實驗室的 那我們實驗室其實也 時不時會邀請一些已經在業界打拚的學長回來分享 那接著我就要講我啟發我的第一支Side Project OK好 那這是我第一個認真做 而且有開源到Github上的Side Project 那他就是像幼圖一樣 他是一個通知機器人 他是在我訂閱的YouTube頻道發新影片的時候 會發通知 發訊息通知我 那當初會想做這個BUT 純粹是因為新年就 就閒的發慌嘛 那時候還是大學就很閒啦 那時候純粹是一股腦的那種算是熱情吧 只是想驗證說 因為我是一個腳本愛好者 我只是想驗證說 欸我可不可以用腳本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看好像沒有人用腳本來寫Chadbar吧 應該沒有吧 嗯 好對我是怪人 好 那 當然這東西就做出來嘛 那 過年 過年回到實驗室之後 當然就是說 跟同學安利一下 欸嘿我做了一個Chadbar 你看一下 然後就被同學吐槽說 啊這不就YouTube內建的功能嗎 對不對 新影片發出來就發個通知什麼 那那時候是有小小受到一點打擊 呃 那 不過在這之後我也思考了一些 就是這個Side Project 帶給我的一些啟發 那首先是 呃我竟然找一些他比較有用的點出來 首先是上癮 就因為 這個Side Project 當初要做到這個功能 呃我那時候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 我自己去 當然可以自己去爬每個 我訂閱的頻道 但那就要爬從那個太麻煩了 那後來是我找到說 其實Google他們在GCP上面 就已經有 YouTube API 所以 在那個時候的 我其實身邊還沒有太多人 就是用過GCP 這個東西 那所以 也就是 也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 比當時身邊的夥伴 就多了一些這種 呃技能 雖然說他可能 呃 不是很實用就是 OK 好那 也因為這個專案 有了後續其他專案的更多想法 那我就來講後面的其他Side Project 那首先介紹一下HBFS這個專案 那 FBFS是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這首歌的簡稱 那可能很多技術咖都想說 FS是什麼 Filesystem之類的 不是 他只是一首歌的簡稱 那 這首歌大致是在講說 隨著科技進步 那 人們的生產力 更全面性的提升 但如果你去看歌詞的話 可能也會有那種很 射觸的感覺 嗯 就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那受這首歌的啟發 因為我很愛搞一些自動化的 操作 那我身邊有一些朋友也會問我說 欸你怎麼可以就打terminal那麼快 或者是 欸這個東西怎麼可以 你怎麼 這麼快就跳過去 這 之類的 所以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不然就乾脆把這些東西都開遠 那後來發現 其實有一些好處就是 我需要從裝環境的時候 我直接從這上面拉下來就好 那所以呢 這個Side Project就是 把我常用的一些機器的調整 或是自動化的腳本就放在這個上面 那 它其實 呃 基本上 呃 如果各位有興趣看的話 它各個平台都有 就是這邊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它有 呃 這上面有Android 然後現在在用的Mac 然後跟Unix Like Unix Like 就是Mac跟Linux 理論上都是可以通的 那跟Windows 嗯 那在做這個Side Project的過程中 其實 呃 老實說我並不是一個 呃 我自己不認為是一個電神 那我也不太寫 Code 我們這邊的Code 我們指的是程式 那 我比較常寫的是腳本 那為什麼會 當初為什麼會想 就是寫腳本呢 我的考量是 首先我受到 呃 一個開源專案叫KURL 的小啟發 那簡單來講KURL 就是 用 簡單一行的指令 呃 就是Bash的指令 那 它去 自動幫你部署好 KBiOS的衝擊 那 那個時候我就看到這個 這個專案 我的自信心就大漲了 我想說 沒有什麼是不能用腳本完成的吧 那 用腳本部署也有些好處 那像是 比如說 一個好處就是 它是 作業系統 你的作業系統原生就有的東西 所以 你就不用 不用 不太需要再去裝一些額外的東西 呃 比如說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選Python 但是 呃 在大部分情況 你可能要再去裝一個Python 你的Python才能 Walk起來嗎 OK 那再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 HPFS這個Side Project下的一個紙專案 那 相信各位有玩過手遊的 應該都會有每日簽到這種作業 那 呃 因為我也是會有每日簽到的習慣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每天要花不少時間把這幾排把它簽完 那 這是 這個是之前的 因為現在 現在的App有更多 呵呵呵呵 對 它現在應該是三排吧 嗯 下面那排不算 對 那我那個時候當初就想說 可不可以就找一個方法 就我直接把手機放到那邊 它就 蹦 那就簽好了 然後後來就找到說 那Android上有個叫Tasker的這個App 它就有點像是 進階版的iOS 前陣子推出的那個捷徑 對對對 那我就 所以我就下了這一堆操作 對 它就是 基本上就打開了 它有一個App 然後 因為 因為你需要等待那個App loading 所以你可能要下個Wait 10秒鐘之類的 然後 又因為Android有些 原件包有關係的方式 所以有些東西 你可以用它的 原件的ID去點 有些你就要用坐標的方式去點 嗯 但是大致上來說 你應該可以很快速修改這個腳本 那 從這個例子我想說的是 這個 首先這個東西我再重複一次 它是開圓的 那 我想 從這個例子跟各位分享的事情就是 呃 我們可以從 生活中建立 一個KPI 開始 那 我們可以嘗試把事情量化 比如說像是 我就是覺得說 每日簽到 花我很多時間 所以我不想花這麼多時間在上面 我 我有沒有方法去改善這件事情 那 我是建議各位就是 建立一個 KPI的概念 那當你有KPI的概念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 呃 你就會意外發現 其實生活中有蠻多坑可以去 可以去填 可以去裁 之類的 那 再來是我想鼓勵的就是 有一些比較害怕 開圓的夥伴 因為 呃 很多人想到 Open Source 其實常常往往是那種 就 那種很厲害的 可能幾十萬人在參與的開圓專案 其實 沒有這麼 這麼困難 就是 呃 呃 右邊這張圖是 呃 之後預計我會加進去的小工具 那 因為剛剛像剛剛提到說 我是一個喜歡自動化更有麻煩事情的人 那我在實驗室也主要是負責為運的學長 對吧 嗯 對 呵呵呵 OK好 那 呃 因為我是負責為運 所以常常去教 去針對一些服務啊 或是網路做一些儲錯 那 右邊這張圖我寫了一個腳本 我們先看一下 欸 喔 現在已經在這邊 F11 我們就 我們先看一下 他 沒有連上VPM的手法怎麼樣 那 我們會先去PIN外網 那 我們PIN完外網之後發現 可以通的時候 我就 我就可以判定我自己的機器 是ok的嘛 然後 再來我會PIN我們區網內的煤台機器 那 因為這現在不是VPM的狀態 所以他的煤台都是 都是PIN不到的 好 直接把它總 總結掉了 那我們其實可以再連個VPM 好慢喔 好 好 他連上 好 我們再跑一次 嗯 然後 基本上都是綠色的 那 今天圍運很成功 嗯 好 回來這邊主題 那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有個小啟發 就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變強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就是 就是 嗯 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哇 其實寫腳本好像 好像沒什麼的 但是其實 其實也是有些人看到這個 這個 剛剛那個畫面覺得說 哇 你怎麼做出來 沒有 那就是腳本 好嗎 那 我想說的就是 每個人變強的方式 其實都不太一樣 你 不一定要按照 呃 你心中那些所謂的大神 走過的路 去走 那 我覺得 更會需要找到的是 一個 能讓自己舒服變強的方式 那 因為我覺得說 做事情的動力 如果是由 內而外 發散的話 那會變成是 你很強的一個動機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應該都有 不同的 成效指標 或是說 KPI 那 最後是我想要講 經過上述那些 side project 綜合來說 我覺得可以 帶給各位的一些啟發 那 首先是我 重新想了一下 開源這件事的本質 就是 呃 當然開源不用很難 但我們就引用一位 開源大神 講的話吧 就是那個 Linus Trovos 他說過 就是 開源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當有越多人關注的時候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bug 被發現 對吧 那 我自己把這句話 再延伸解讀 就是 當有越多人一起做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 更多的想法 那 那也就是當得到更多想法的時候 你的 你的project或是side project idea 就會變得更好 或者是更強更穩固 那再來是我想 講的就是 覺得 各位就是可以保持一個 開放的心態 那這邊開放的心態 不單單是對他人 因為我們應該大家都知道 對他人保持開放的心態 那我想講的是 就是對 包含 這包含對自己的 的 呃 自己想法的 開放 就有時候不要急著去 否定一些 太天真 太 太無腦的想法 就有時候一些 無腦的想法 可以做出一些 還蠻好玩的side project 那說不定就 呃 說不定你會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收穫 就你真的下去做之後發現 好像是這樣 或是好像不是這樣 那 呃 從這中間你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那倒數第二個我想分享的是 一句拉丁語 呃 對我拉丁語發音 發音不知道 他應該是唸 Sigpavis Mania 他的意思是 小小處成就大事 那 一樣 就是再鼓勵一下各位 就 呃 我們這個小處 真的可以到很小 小到我們可以先從 了解各種open source的授權開始 那 呃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 有些 身邊蠻多人其實想要貢獻open source 但 其實他講不出 A的授權跟B的授權之間有什麼差別 呃 或者是他其實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他用 去開源一個side project 他應該用什麼的 授權 去開放 所以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踏出這第一步 呃 你先不用寫code 或者是先不要想你要做什麼 你可以先從 了解你該如何開始 就是先從 了解授權 不同的授權 開始 那這樣的話 你在自己開源side project 或是參與side project的時候 你就不用煩惱 該怎麼選擇 或是怕踩到一些雷 然後另外的就是 每個人都是從不會到會 就算是大神也一樣 對吧 所以不用花太多時間在煩惱 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 那這也和下一頁的簡報相呼應 就做就對了 那 欸 謝謝各位我的分享都到此結束 但是還沒有結束 這邊是工商時間 偷偷按例一下 那 HPF也是剛剛講過 其實就是各種生產力的組合包 那 最近還有一個idea 是 還在炒創 還在炒創 還在炒創事情 叫KICE 那它是 K8S Auto Install Script的簡稱 這名稱讚 好不好 嗯 那 已經有一些人就是 開始就是發 發 PR 或是 issue在上面 那 當初 創這個 Github的目的是想要說 雖然說有 K3S或是 K3D之類的 的工具 但是 有些人就是想要 比較 更 呃 全面的了解一些K8S 那 從安裝的過程中 可能 對新手來說太複雜 所以 呃 我覺得就是 然後我 當初在學K8S的時候 其實 資源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想說 就 把那個script放上去 然後之後 也可以用一些比較 炫的方式 把它布起來 那第三個是 TG WakeOnLand Bot 這個 會做這個 project的原因是因為 呃 我 我電腦放在新竹 那 那 我有時候就會 call電話說 欸爸 幫我開電腦 對 然後雖然他說沒關係 但我就是 會有點在意說 我為了要幫 我為了叫他幫我開個電腦 我call個電話 給他之類的 那 這個東西 我是布在我們家 在小樹莓派3上面 那 他基本上就是 呃 他會去 去往裡面 打那個 對應的 Mac位置 那 就會送那個 魔術風包 那 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去 把你的電腦叫起來 OK 好 那 QA 有人有問題嗎 那 也可以掃右邊的slide 喔 他是不是應該在這邊看一個 怎麼聯絡我 欸 這是線上的嗎 怎麼聯絡我 欸其實 呃 這個 這個簡報 他在 最前面 像是這邊的QR Code 那 這個是比較沒有想到 這個 因為以前的微博 呃 我的話 其實你應該可以從 然後 欸 順便工商一下 這個 這個 有點快被遺棄的 狀案 你應該可以直接從 Github上找到我 喔 就是 我是Vincent 對 呃 這 這比較抱歉 這個簡報可以再補 就是我聯絡方式 可以再放一次簡報QR Code嗎 Sure 可以啊 放在最前面 是 特有 好 好 好 右边 哦 關於GTSC有什麼故事嗎 有想聽哪一個部份嗎 是下一屆的還是這一屆要退任的故事呢 怎麼會想在Cold Cup演講 其實跟上一場的FKT的動機是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因為 就是解稿日前幾天 那我們的投稿數還很少 我那時候想說 喔該不會就沒有人嗎 那很尷尬耶 那我想說 投一下好了 就 就怕沒人 然後沒想到就算了 在公車上投稿的故事 喔 對對對 我那時候其實是壓死線投稿的 我那時候其實在 解稿的時間好像是11點吧 沒記錯啊 然後我那時候在 其實在做公車 我那時候就在公車上說 糟糕了 拿出Mac 快點投一投 然後我那個 那個 簡報那個連結先丟 然後之後再慢慢走 你在用手機自動化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欸有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 欸 我看一下喔 一點 我的滑鼠 滑鼠 OK 好 就像這個畫面好了 不管是Android 或者是哪個平台 他都會有這種 一個 一個元件 那你可能一個元件 要幫在一個元件 假如說 這邊是一個元件 那這 可能上面就是 另外一個元件 那 有些是他會把它封裝成 就一大塊 那這種一大塊的 我就不能直接用那個 元件的ID去點 那 剛講的就是 不能用元件ID去點 我這個時候就要用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絕對位置的方式去下 所以 這個在跨手機方面 會有點不方便 OK 想實踐 樹莓派再回家路上 先開啟 家中冷氣可以怎麼玩 欸 Arduino 我記得有那個 RFID的模組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 可以做的是就是 搞一個Arduino 然後你先 我記得網路上有教學 就教你怎麼去搜那個 RFID的 那個 那個 他有個call 如果是城市出行者 要怎麼知道 side project要做什麼 其實跟剛剛一樣 我覺得你可以先訂一個 KPI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要做什麼的話 比如說你發現 回家要很久 或者是 公車怎麼都 那個APP會有點延遲 那你就發現說 其實你可以去後面打 API要那個 公車的位置 之類的 想知道腳本有什麼 學習資源 欸 我們現在Google一下 腳本 原來這個104上 有腳本在職喔 其實也要看是哪一種腳本啊 有什麼是城市可以做到 但腳本不能做的事情 比較麻煩的是 比如說像 物件導向 這比較麻煩 但 就看你 應該說你要問的問題是 能做到 但是很麻煩 還是 真的不會想 真的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腳本 畢竟是比較偏原色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 你敲可面能做的事情 他都可以做 所以 基本上他什麼事都可以做到 只是麻煩不麻煩而已 Task有辦法一次錄製所有按動作 一次運行嗎 欸 有辦法錄製一次 就是 我想一下喔 這個 應該是 好 我不確定 但 我的做法是 他會一次去 設定一個座標的位置 那 我選定那個位置之後 他就會把它錄起來 然後 就要一次這樣點 請問 寫腳本和寫程式的差別是什麼 寫腳本就比較low啊 好 沒事啦 這是自嘲好不好 這是自嘲 嗯 呃 寫腳本跟寫程式的差別 差別 在 欸我要怎麼往上 欸 recent好了 Tasker你買了哪些plugin還是沒有 欸 我記得是有一個 auto input吧 沒記錯應該是叫那個吧 這個名稱 我忘記他是買的還是免費 我記得應該是免費的 寫腳本跟寫程式的差別 想一下 嗯 寫腳本跟寫程式的差別 喔這題好難喔 因為我不太寫程式 現在就是一個半夜魔工程師 所以其實我也很久沒寫程式 嗯這個比較不能回答 啊剛是不是沒有回答那個 腳本學習資源這件事情 喔對對對 呃 好先回答一下 我假裝 我假設你應該是用Windows電腦 那 Windows電腦 呃 比較早以前 maybe 呃 五年前嗎 還是十年前 或是再更早 應該再更早一點 就 那時候可能大家都在寫 寫 Batch吧 那 Batch其實我自己個人是已經沒有很推了 但是他的語法相對簡單一點 那 PowerShell比較像是個工具箱 你可以用PowerShell做更多事情 那 呃 PowerShell有些語法 你也可以直接在 類Unix 比如說Mac或是Linux上面 直接用 看他的變數的寫法 基本上就是 呃 從Unix那邊拷過來 所以 呃 你學 甚至好像有些人會在 Mac或是 Linux上 裝PowerShell 所以 呃 理論上可以 但我沒有這麼做過 就是你可以學PowerShell 然後你應該可以跨平台的腳本都通 然後上面 會考慮用模擬器去取代Tasker嗎 欸 不會 不會的原因是因為 呃 我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會有考量 比如說像 那個 前面講的用樹莓派去做這種開機 那 那時候考量就是 兩點 要嘛就是 那時候的情況就是 還沒做這個東西的情況以前就是兩點 一點就是 要嘛電腦就24小時開始 然後電費在那邊燒 對不對 那當然這不是一個 我們家又不是挖到石油什麼的 所以 這是一個不可行的 那再來是 另外一個就是 麻煩我爸 那我就不想 麻煩我爸去幫我開電腦 所以那時候就 就做這個專案 那 呃 對我來說用模擬器就是 一個 額外的 消耗 要去 再去 維護一個東西 那再來是 他的 能源效率其實也不會比 我只用一個Tasker還要高 好 有實習的經驗可以分享嗎 沒有 沒有 對沒有 可以偷看你那個 欸 好 終於有人 對對對 這個東西一定要看啊 對不對 好 我就知道你們會問這個 事項 OK 好 那 上面有reference 其實可以去看 那這個 這個是 這個也是從Stake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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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幹下來的 那 reference我有點忘記了 那 基本上就是 這個用到一個很騷的技巧 叫做 呃 In In Directive 呃 什麼reference variable 呃 就 他意思 反正他做的事情就是 呃 我們直接看下面的forH 好了 欸 對對對 我們直接看這個forH 然後他是叫 prehost 的這個變數 那 那 上面的 呃 看下面這個好了 那 剛看過上面的變數就是 呃 我有變數 然後一個 一個變數名稱對 IP 那另外一個叫 變數名稱 然後後面會接一個 LOCAD 呃 其實就local location的那個簡稱 那 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變數裡面 加一個 驚嘆號 看一下我在哪裡啊 呃 呃 為什麼 哦 欸 欸 我是留在後面嗎 這個驚嘆號到哪去啊 and 的 好 拿這個舉例好了 你在變數的時候 加個驚嘆號 那 正常來說我們直接 不加驚嘆號的這個host 以剛剛來說就會是上面來說 就會 就會是這個IP 就會是這個IP 呃 當你再加一個 欸 不會不會 喔 sorry sorry 以 以這個for回圈來說 他進到這個for回圈來 的時候 他的這個host的變數 就會是 就是 他的key value 他的value就會是 比如說這個是GW 那跑到這邊就變CS 這邊就變 就變 那 加個驚嘆號 他可以再做一個操作 就是 我再用你這個key value 解析出來的value 再把它當成key 然後去取了他的value 就等於說你key value key value兩次 這樣的概念 會考慮用Ansible去管理機器嗎 看起來機器不少 欸會 但是那是一個 呃 代辦事項 Tasker能連結 插件軟體 但會出成APK換到 其他手機會 連結不到插件有辦法解決嗎 另外一台手機有安裝插件軟體 欸 Tasker 這個我其實沒有試過 因為 我現在的做法都是 我比較 呃 我都會每天點到那個Tasker的app 裡面按個 按個開始 那 我有 我是有試過就把它匯豬成APK 但是我沒有試過把它換到其他手機上面 因為 呃 我猜 你可能遇到這個問題 是因為你沒有把那個 那個 輔助的那個選項 打開來 嗯 大小子 還有 各位還有問題嗎 不然我們就 要散場去吃午餐囉 好 再再再待個30秒 好 請請說 可以啊 可以啊 沒有沒有沒有認真回答 我記得iPhone 好像可以 但是 好像應該要越獄 因為原生應該不支援 就是自動點擊的這種操作 所以我記得如果看到可以做 類似 我剛剛講的Tasker 的這種操作 在IOS上面 但是我記得那個要越獄以後 才能做 呃 什麼 以讀不回 小小工具 需要去打開那個 輔助選項 的 午餐要吃什麼 還沒決定啊 我們來查 不然來查一下Android 輔助選項 應該有吧 哇哦 哦對對對 他是那個 無障礙下面的 輔助功能 應該是通常會分類在這裡 應該是通常會分類在這裡 等等可以跟學長共進午餐嗎 呃 好啊 好 那時間差不多 我們這場議程 就差不多到現在 到這裡結束 那下一場議程會在 一點 誰在那邊鬧啦 是不是你啊 柏偉 要拍照嗎 那各位如果就是想要合照 可以盡量幫我 往中間 集合 就我們可以一起拍個合照 這樣子 你講超快 你十分鐘會結束耶 我講超快 我緊張的時候就會空 沒關係啊 那 如果要拍照的話 就歡迎大家 往前坐 往中間靠 那我們攝影師會引導 大家去做五位 然後拍照 然後你可以想一下 要比什麼動作 然後大家一起來拍照 也可以提供一點 不要亂比啊 這不是我議程好嗎 快快快快 等一下可以換我補拍嗎 我剛才上一場沒拍到耶 超可惜的 那我補拍一下 好補拍 OKOK 好 再來一個喔 先來一張正常的 OK 3 2 1 OK 再來一個自由發揮 這是表示你要不正常 再來一個自由發揮的 OK 3 來 3 2 1 OK OK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來時間社群導演都有參與 如果你對於GDSC 四個什麼樣的生態 或者申請LEAD 還是這個社群應該怎麼樣經營 或者是社群任何經營金法 也歡迎去找我們 或者是相關的LEAD 工作人員等等來做詢問 感謝大家參與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下午的最後兩場 請大家一定要準時回來聽喔 對下午的第一場 在下午一點 是講LEAD相關的議題